大家好,我是小白 每天一个故事 今天讲的故事有点特殊 是根据我们剧中的大姐 和她儿子 还有她儿子女朋友的故事而改变的 大姐很困惑 她这么做是对还是错 所以我们今天决定拍出来 让大家评论一下 大姐的做法是对还是错 故事是这样的 妈 妈回来了 妈没出事 大姐 你把我们在房间收拾一下 收拾房间 谁要过来住 妈 那个我女朋友 要在那家住几年 儿子 你什么时候她 亲你朋友也不跟我说一声 妈 不是什么亲你朋友 那个你认识 我认识 谁啊 妈 那个楠楠 你不是认识她吗 前几个月不是我们分手吗 现在我们又和好了 然后他就是想来来家住几天 你就把那个房间收拾出来吧 明天他就过来了 有和好吗 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样 这这这感情都是不夹家的 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 妈 你还是有什么呀 这年轻人这吵架的和好不可能好吗 你不懂 你年纪大了 你不懂我们年轻人的连关系 这样我问你说了 我都要去镇上 我去买的那个西湖用品 明天奶奶来啊 这不能没有东西啊 我跟你说 来 走吧 这个段时间打扫一下 不是吧 在那里面 我报告你 他在那里面 这烦来的 所以我与你 那是这些战俗 的 因为宽敦 那对 猪敦 能就是 那 daddy 您要不要 啊 啊来了 那个妈那个看来来给你买的衣服 看合着不合着 这不是我买 我买的小奶买的 奶奶 你是干什么呀你 妈 啊 儿子买的 行我知道了 我妈妈妈走回去吧 走来 妈走走走走 哎妈 奶奶都弄我 奶奶 你怎么样跟我妈的手衣拍在那边 啊挺好的 做的饭挺好吃的 那是 不告诉你啊 我妈也还大厨 这不过年大了 我干了 哎对了 对了奶奶 你这个衣服 我在下午冰淇淋上床里买的 那我们两个一起去吧 行了你别去了 看着天啊 这么热 我测你的尺碼 我也知道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到时候我去就行了 那行吧 那你去吧 你回来的时候 帮我带点吃的 那行 你想吃什么呀 我想吃的有脸 有脸 行 给你买 妈 这行 妈 那个我正常我给奶奶买买衣服去 然后随便买的水果 你需要带什么东西吗 我不需要 那行 那妈 那你在家陪奶奶吧 行 我走了 啊 路上慢点 行 知道了 早点回来 好 你们不是 前几个月分手了吗 怎么又谈了 啊 我们 前几个月 是有点矛盾 不过现在解开了 又好好了 你们现在两年来 我这搞不懂 那我儿子 对你不怪好吗 你看 是挺多的 那接不谈了 没不谈了呢 是不是哪儿子的感情 倒流泄啊 对我儿子再听那么好 阿姨 那谈恋爱 年轻人哪有不分的呀 不就是分分合合的吗 哎 我说你说说话 怎么得听听啊 你 你这样子 对我儿子 有营养 你知道不知道 那我儿子的 精力 这花钱 不都花在你身上啊 那又是不谈了 我们这钱 不败花了 还浪费我儿子的精力 哎 阿姨 你说这话 我就不爱听了 怎么是浪费你儿子的精力啊 那我和你儿子在一起 那我不浪费精力啊 再说了 我对你儿子不好吗 我也疼他 我也爱他呀 他穿的衣服 还是我给他买的呢 那你穿这鞋子也是我儿子买的呢 我都不知道我儿子在你身上花多少钱了 那他喜欢给我买啊 我又没有让他买啊 是他自己自愿买的 你们要是这日他男女朋友 我也不反对 这 你这春月快活的 春天是我儿子 今天开手 明天开手的 你把我儿子当什么了 你想想以前 前两年 我儿子是随风队在你了 你喝到飞手 这得去他吗 他在外地 北京上大学 他想 他出了两天的时间 星期六星期的 都回来陪你 那么老板 都不休息 他那么老板 就是计划 送这送饭的 那时候就忘了 说飞着就飞着 你是不是想上过 儿子的心啊 春天给你买礼物 这得大的 是 你儿子是对我付出了很多 阿姨 你有看到 我有为你儿子付出多少吗 早上大早上四五点钟 我去排队 买早餐 怕他上班迟到了 下雨 我自己临时 我都不舍得打板 我把一把雨伞 给他打 你看到了吗 阿姨 我为了给你儿子买 他喜欢的运动鞋 我排队排了一个晚上 可是我第二天我也要上班啊 这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 你能说我不爱干吗 我自己也在家 我从来没有做玩法 为了他喜欢的排骨头 我去给人家学 我看菜谱 那我儿子还求着给你做完事的 我都看到了 那两个人在一起 他本来就是相互的呀 肯定要相互理解 相互包容啊 只有懂得欣疼对方 这个爱才会走下去啊 行行行 打住打住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我就想 我问你 你是不是跟我儿子真的好好了 还是假的好好了 要是不谈 就不谈 就不谈 就好好谈 你以后要是成了女儿媳妇 我肯定 会捧他手术认识的 你就是这样 今天走了 明天分手了 我不怀疑你 阿姨 我现在还没成为你儿媳妇呢 你就对我成年这么大 那如果我成了你儿媳妇 我们两个能在一起生活吗 那不是 会有更多的矛盾吗 你上一次 给我儿子 听分手 我儿子都消失了 几个月 那不吃不喝的 我看到都心疼 你要是他都好好的 别当我儿子的感情当游戏好不好 阿姨 你儿子是你的宝贝蛋不假 那我呢 我分手我就不会难过吗 那我的心也是肉掌的 这几年的感情 在一起是白在的呀 你儿子一直消沉 我呢 那我还失眠一个月呢 我头发都要掉光了 你说的这些对我没关系 反正 我不想看到我儿子 为了感情受到伤害 为了 为了你 不工作 不吃不喝 我看到心疼 要是谈就好好谈 要不谈 就不谈 别再来这站着 阿姨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奉劝你一句 让你儿子这辈子都不要找女朋友 也不要结婚 你就保护他一辈子吧 让他永远别出这个家门 谁说我不让我儿子找女朋友了 我是要真心想要他找 我就想让他找一个 和他一起能过日子的 能成为他老婆的人 不是这样 今天被找明天走的 白费精力 阿姨 既然你这样说 我在这个家待着 也没什么意思了 这没怎么开的呀 妈 奶奶 回来吧 妈 奶奶呢 我该买了衣服让他睡一下 奶奶 走啦 别跳啦 啊 妈 妈 怎么回事啊 奶奶怎么走了呀 他怎么回事 我就问他 为什么非说 要谈就好好谈 要不谈就不谈 他跟他跟我说一大嘴理由 一大嘴话 我一说他 他一气还走了 我看你这女朋友 别叫了 什么 妈 你怎么能为他这样呢 你说你 哎呀 妈 我告诉你我 我多大了呀 我今年都二十多岁了 我都有自己的自己的主价了 你没事 替我松什么心啊 我这也是为你好啊 那 他给你踢飞了的时候 你不吃不喝 你都瘦成什么样子了 那妈真心疼你 怕他再次伤害你 你懂不懂啊 妈 心疼我心疼我 你可我说心疼我 你是真的心疼我吗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妈 你说我都多大了 现在 你还替我做主意 妈 我以前长大了 我啊 是你三五的时候了 我不是在以前 跟着你屁股后面走的小屁孩了 再说了 我们现在年龄的爱情观 就是这样 分分合合合可以正常 像你和我爸 你们两个 我知道 从小三千年认识的 然后两个人就结婚了 没有什么激情啊 真是 但是 这种生活啊 是你们以前的时代 现在我们年龄的人 啥子就是激情啊 分手 分手只是我们的调味器 你说 现在社会上哪个年龄的人 责门都过一辈子的 哪个朋友吵架分手的呀 那我都看不下去 你是我儿子 我到这儿庆头了 他这儿今天分手明天分手 到以后是谁王鸭子你也不知道 要是接了婚再历会呢 那受伤害的不还是你啊 我就是想确定一下 他要是这些订了你 给你过日子的人 妈 关友呢 我就怕他这样一次一次伤害你 到最后受伤害的还是咱们 这钱也没了 人也没了 谁会也扶着 妈 我今天 我就给你一块料点 如果我们两个 真的分手了 行 我愿意撑到那个候补 这是我的事 要不用你操欠 哎 不用我操欠 我操你得最少吗 啊 你长大了是不是 我这人为你好 为栽加好 这起媳妇都是大事 妈 是大事 等一下我们演个好好的 再经过这个文道 我们两个 是不是就彻底栽了呀 那么刚才走的时候 要是我说 要是他都听进去 他都不会走 他又走了 说不然他还没改 还没拿到药子 他也不需要 没错 你 我带来 有点 我说 你没想到 这些东西 还有 你 这些东西 也不想到 我 在那些东西 我 我 我有点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